HELLO 大家好 YOKOSO RONKEY BROTHERS 好久不見了 這是很久沒有以做影片的方式出現在這個頻道了 都好一陣子都是在直接直播 但是因為今天這個9月20號 終於拿到了薩爾達之夢島 所以我覺得今天一定非得一定要來開一個這個巷 來做一個體驗遊戲這件事情 因為之前那個曠野之習我自己就很喜歡 然後現在又出了這個重製的芝夢島 我在PZ都買了然後他就送來了 然後就給大家想要拆箱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有拿到這個 他還有贈品喔 一個手機吊飾 然後還有一個證件的吊環之類的 就是看起來還算蠻不錯喔 是送的贈品還不錯 就是我也只是買一般版沒有買那個什麼畫冊之類的 然後就覺得還蠻用心的阿 東西還算OK 就是吊飾雖然就是因為芝夢島就是比較可愛的嘛 但是就是仔細看的話還可接受啦 做工一般普普沒有特別精緻之類 畢竟是贈品嘛 好的那這個廢話不是說我們就趕快來進入薩爾達的遊戲吧 那我先來把我的卡帶插進去 我連卡帶都還沒裝進去 我讓大家看到卡帶進去的時候的樣子 欸一進去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好趕快點進來 喔好期待喔 我就是感覺是一個非常可愛的薩爾達 Q版薩爾達 欸好像是以前重製這個版本我還 我以前沒玩過 今天算是直接第一次玩 以重製的角度直接就重新開始玩了 哇喔一開始就是一個2D風格欸 今天就來以設計師的角度來看一下這個遊戲 的各方面美術吧 不知道以前舊版開始是不是就是這樣欸 看起來應該不是喔 喔超Q 這個應該不是薩爾達吧 喔我昏倒了 哇整體這個重製 雖然說我也沒玩過 我應該要再去玩一下就是原版的樣子 因為目前看起來是就是真的蠻Q的 沒什麼問題 薩爾達傳說之夢島 不過我覺得其實我應該會 就是 我應該之後會試試看就是玩日版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薩爾達傳說 就上面那個標準字是 還OK沒有問題 可是下面那隻夢島就是直接用現成的字體 是有點可惜啊 因為日版它就會把整體做得很好 好 直接來新遊戲 因為我買的是中文版 所以這個就是 進來的時候都已經是中文化畫面了 然後通常這個遊戲 我看一下受到傷害為標準的兩倍 而且完全不會出現新的高手模式 好吧先用普通模式好了 名字輸入改一下好了 好 那就來肉肉好了 哇賽第一次可以改名字還蠻酷的欸 OK 然後右邊的這個讀取小icon 嗯不錯 蠻可愛的 啊 啊 林克 肉肉被救了 啊 你醒來的太好了 馬鈴 原來這個女生是馬鈴 我還以為你沒救了 Marine 可惡領導 哇 整個目前看起來這種3D風 又有一點像是這個 感覺跟那個什麼 牧場物語有一點點像喔 香菇頭如果輕輕移動的話就是走路喔 然後推到底的話就是跑步了 目前 看起來還沒有其他的這個 欸不過這個蠻有趣的欸 就是如果你用這個各個角度這樣旋轉走的話 那其實是一格一格它不是 它不是圓滑型 而且這看起來很像amiibo欸 上面寫的吞石花 好 沿著路往南方走就能打 就能到達你被沖上岸的海灘 原來我是戴賽的人 這是馬鈴爸嗎 啊 叫塔琳 啊 怎麼知道你的名字是嗎 只是看到盾背後面寫的名字喔 就是這盾拿去吧 耶 海那個 那個海拉魯盾 喔 按住R可以彈開敵人 喔就是這個 喔R鍵跟RZ鍵都可以喔 彈開 彈開你 喔可以調查東西欸 這 不給偷 看來還有力氣上的問題喔 哇它做的蠻細的欸 它連 它的臉部表情 都有欸 先出來看看好了 誤 讀取的實質有點久啊 可惡 霉背春 喔這個霉背春 不錯欸它還有做 它字體是有做得還不錯 小雞 這根本就牧場物語了吧 喔~~他做的有點那個移軸鏡的感覺欸 呦呦呦呦呦 欸他是狗狗欸 這個不是明明就是馬利歐的東西 但是好像在他對我會造成傷害 亞和奶奶 目前沒有跳的這個選項喔 他不錯欸他的這個我覺得他的遊戲的 還有的 的的 質感上做的都蠻像那種玩具 有一點點塑膠反光的感覺 喔~~ 腸尾大空洞 拖龍波海岸 哇 下來就上不去了欸 啊 啊我現在只能反彈敵人的攻擊 我沒有辦法攻擊敵人 然後左上角有愛心喔 嗚~~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左上角有愛心我就 我突然想到我的LOGO應該會擋住愛心 我的LOGO真的擋住愛心 我要把我的LOGO移位一下 LOGO移到這裡好了 好 好 好 這樣大家就可以看到愛心 好 繼續喔 哇靠這個洞掉下去就死了欸 就少一命啦 少一命啦 哇靠我覺得我是不是不應該下來 因為我根本沒有 任何防 武器啊 我只有防具而已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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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他真的預設應該是沒有跳鍵喔 因為這裡有樓梯可以上來 我們先回去好了 GOGOGO 對 他就是 喔不行 他就是走斜坡 跟小朋友聊天 喂 不跟我講喔 聽說如果要看這個島可以按檢打開地圖 喔 原來如此 領春麗圖書館欸 蜜鑽 迴旋斬 可以學武器嗎 有一個蜜蜜劍寄子傳 乘於 按住B蓄力 我根本沒有劍阿 還有什麼 盾的使用方法 喔 還可以反射光束 秘密的書 沒有透視鏡沒辦法看 喔~~ 看一下 哇靠 哇這應該就是所有 這個遊戲的 喔這個遊戲的總地圖吧 我們現在在左下角 喔~~ 那其實還 算蠻大的耶 喔~~ 竟然有這種 這個圖書館這種設置算是一個教學 教學區喔 喔~~有道具快捷鍵 X跟Y 喔~~右上角 了解 喔~~ 站在放好炸彈前面按個也可以舉起 喔~~ 丟炸彈 了解 來 那我現在要去拿 應該先去拿我的劍吧 不可思議森林 茉莉布林 欸茉莉布林也有出現在那個 喔~~ 克布林 劍要去哪裡拿呢 喔~~ 釣魚喔 池露比 我根本沒錢啊 我想要有晴燈 我沒有錢啊 不過這個好像沒有衝刺耶 釣魚池 這是電話亭耶 這是夾娃娃機 喔現在力氣超小 先去電話亭看一下 給大家來一個腫瀾好了 先一開始先這個 這該不會就傳送點吧 嘎啦嘎啦 嘟嚕嘟嚕 烏魯里拉爺爺 喔~~算是一個 call out的 這個 緊急救助的時候可以call out 來奶奶家看一下 來奶奶家看一下 喔就是他耶 我剛打電話的人就是他 他是一個害羞的人也是有這種啦 就是 在電話裡面 就是在異世界 那時候會比較開朗 可能像我一樣 好 喔 走到草裡面速度會變慢耶 喔 走到草裡面速度會變慢耶 就是可以告訴你說 就是要幹嘛的 村莊道具 村 道具店 欸我不要啊 欸所以盾是會壞的耶 如果他有賣盾盾 就代表盾是會壞的耶 酷炫鐵柴 新枝碎片 我沒有盧比耶 還有哪裡可以去呢 欸剛剛這個狗狗的小房間 我還沒進去過耶 這是倉庫嗎 小狗狗超可愛 我是年輕見美的 凹凹 最喜歡打扮了 呵呵呵 太可愛了吧 這是大隻的阿娃好嗎 家的汪汪都會自己茅盛 所以真的是狗狗欸 Q 好啦知道了啦 不過我現在剛剛玩一玩感覺 好像有一點點掉針耶 喔 進不去 看來很多東西都跟他的力氣有關係喔 如果能抬起或是打壞東西的話 要吸娃娃 喔 看來就是剛剛那個夾娃娃店耶 四小福的爸爸 巴巴爾 有人會覺得自己遲早會遇難嗎 這個說法不太好 我覺得我遲早會遇難 到時候就交給你了 重新挑戰會 從最後儲存點開始 喔 這邊的小孩知道的東西很多 然後都裝作不知道 好 這個村子大概繞了一遍喔 但是好像還是找不到拿劍的方法 阿 我應該要先到剛剛的那個海灘 對對對對對 他剛剛給我的這個提示是這樣 我來看一下我要怎麼到我剛剛的海灘 喔 好 我應該可以在海灘上撿到劍 照劇情 這個 基本上劇情的走法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剛才給我盾嘛 就是我可以抵禦章魚 這個真的是蠻可愛的耶 就是以小型模型的方式來進行遊戲 波隆波海岸 他剛剛好像有說 喂 靠 啊 玩錯了 不要 大便 走到海也會變慢耶 靠 他的速度好像比我還快 等一下不是啊 啊 我到海了 左邊啊 喔 應該是走另外一邊吧 靠 這樣不行啊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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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根本就是在走迷宮啊 現階段 來來來 欸不行啊 都過不去啊 唉唷 不行啦 遲早要被打死 不知道我到海岸啦 然後呢 看一下 嗯 對 可是剛剛這裡有這個啊 我根本過不去啊 遺藏資訊 喔 那個碰了一定是直接死的啊 欸 那個碰了一定是直接死的啊 Woo 欸 欸~~不對啊 我已經到海岸啦 啥都沒發生啊 還有奇怪的 不要~~ 哇~~ 欸不行不行,絕對不是在這裡 看一下 這裡就是我剛剛走過的地方嘛 然後接下來上去就走回去嘛 欸?還是這間? 喔這是釣魚池 再回去跟他們講話看看 可以睡覺嗎? 可以吃蘋果嗎? 咬死啦~~ 往南方走,不過 開始有五千萬要小心 不是,給我刀啊 欸?他說什麼? 海灘上有一些被一起沖上來的東西 可以睡覺嗎? 欸~~怎麼...欸? 好,看來我要再回去剛剛那個地方 可是我已經... 我已經進入高手模式欸 我已經進入高手模式欸 剩半條命 半條命啊 Have life 沒有東西被沖上來啊 沒有東西啊 那... 重點是我根本過不去 唉唷 這個是可以騙他攻擊的嗎? 攻擊我 不行 還是可以騙這個 不行啊也是不行 啊箭在那 可是我要怎麼過去 我這不能抬東西啊 喔~~ 天啊~~ 我太聰明了 用盾 就可以把這個刺刺的東西推走 好,通人來了 幹嘛 啊~~ 帶把劍而已 告知風雨出醒的使者出現了 據說若不喚醒風雨 那會使者便永遠困在島上 來村子北面的不可思議森林吧 不會在那裡等你 我是做錯了什麼事情 好可愛喔 耶~~ 呃~~ 呃~~ 漂亮喔 按B可以攻擊喔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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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個 有了劍以後 整個遊戲就開始變好玩了 啊~~ 哈哈哈哈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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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B 剛剛我們在圖書館看 按B就可以蓄力喔 這可以 耶~~ 哈哈 喔 如果你按著B移動的話 他就會 他就會 就是很 就是只會面對一個方向而已 然後你還 同時你還可以按盾防守 死猴子死猴子 欸 打得到欸 因為他在上面 給我丟核桃 浪費食物 啊這裡有個寶箱 喔 他會有蠻多 是屬於這種 推 好耶 可惡的猴子 欸 所以我應該可以 耶~~ 草也可以割掉了欸 這有個房子 剛剛一直想進來 恐龍啊 蛤 蛤 色樂 稀有 收集稀有罐頭 哼 嗯 欸香蕉 好 看來他就是一個 路人甲 NPC路人甲 él 咦 有間一切好辦事呀 喔 露比 露比 最喜歡RU比呢 yes 我知道打草會不會有 那個 喔 這個比較有趣就是 我發現他幾乎都是上下左右 就是敵人都是這樣子 除了剛剛那個在地上轉的那個 所以其實從斜角上去就是可以躲避一些攻擊喔 躲避章魚啦 章魚沒有辦法噴斜角 欸 下面這個是 守護果實 受到敵人攻擊時傷害減半 啊 看來是 就是有實現的 感覺很像那個吃到星星一樣 好可愛喔 又是Ruby 來來來 不知道怎麼走嗎 我送你回家 有些敵人要砍兩下啊 章魚砍一下就好 啊 這個要鑰匙才可以堅決 拿到武器以後就開始想要攻擊敵人 沒有武器的時候就會覺得 好無助喔 然後覺得不知道該如何前進 而且也沒有任務欄 完全就是一個 畢竟他是冒險遊戲嘛 所以還是要有解謎的成分在裡面喔 可以砍雞嗎 喔 可以砍雞欸 喔 砍草可能也會有Ruby 哇 他可以 哇 欸 天哪 不能 真的不能亂攻擊別人 亂攻擊 攻擊狐狸被狐狸打 耶 愛心 但我剛剛 沒有找到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 那個叫什麼 呃 可以 睡覺的地方 喔 這個是什麼 秘密貝殼 感覺跟秘密的書有關係 所以看來冒險遊戲還是要有這種 就是 冒險精神 去 把所有的草都割完 可是不知道 那個什麼啊 就是這個草會不會再找出來 喔 不錯不錯 撿了一些Ruby喔 欸 喔 如果走到建築物的後面 他的視角自動會提升欸 OK 好啦 幫你們把草都割一割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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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剛剛是要我去北面嗎 北面不在這 不過少了跳躍 塔臨到森林採蘑菇了 嗯喔喔 不錯喔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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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雨之歌 好 你慢慢唱 我剛剛講什麼去啦 算了 喔 我說少了跳這個劍以後啊 就是 感覺就是比較單純 操作上比較不需要這麼多 比如說你還要跳 跳砍啦 什麼之類的 等於說這個... 比較不需要花 比如說難度就變得比較沒有那麼高了 相對講只有上下左右而已